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后秦良玉就接替了丈夫的职位 崇祯十七年 张献忠领兵打到奎州 秦良玉率军前往救援 张献忠一路杀进来血洗四川 在秦良玉的保卫下 张献忠始终没能够踏进石柱半步 秦良玉是保家卫国的真将军 尽管年过半百 但他依然能够带兵对抗张献忠 但由于兵败张献忠加上病痛的折磨 七十五岁而终 据说秦良玉死后连发四十八岛丧 在四十八个地方修建了四十八座坟墓 除了一座是在秦良玉出生地中县以外 其他的地方都在石柱县 为了掩人耳目 不想要世人知道秦良玉真正的墓地在哪 所以杀死了所有的送葬队伍 其实秦良玉是不是真的有四十八处墓地 还真的有待考证 但是有三处是经过证实的 分别是东墓 西墓和秦良玉墓 这位女英雄究竟葬身何处 至今也是一个谜 好了 本期的风趣说历史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会